你去哪儿了 你知不知道我在找你 你知不知道我今天这么多的吗 你常常想你 你常常想你 您好 你就是传说中的林川 你知道这一年当中它发生了什么 大家清楚 你为什么没有任何解释你就走 一阵不坑 你知道我这一年怎么过的吗 你知道我每天都在想你吗 我承认我当时走可能有点冲动 我承认没有估计到你的感受 不然你走 当然我想了一下 我觉得我之前做的选择是对的 我们之间条件差距太大了 我不肯跟你在一起 可是我们在一起相处两年都很好啊 你不知道我有多大压力吗 你身上穿的都名牌衣服 我全身上一套下来也就几十块 我可以跟你一样穿几十块钱的衣服呀 我可以跟你一起几公斤要去上班 这都没有关系的 我只想和你在一起 珊珊 我们已经回不去了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这种卫生池的传递是个漠然的行为 我问你几个问题 你今天来干什么 主要有两个目的吧 第一个想澄清一个事实 因为我不想背着一个二十万的黑锅 说吧 当时珊珊出差 还没有几天 然后她妈妈就把我约出来 我就奇怪 她妈妈怎么会把我约出来 因为我平常就跟她关系不怎么好 当然我们在一个包厢里 她妈妈拿出两样东西 她妈妈让我和珊珊分手 然后就可以拿走二十万 我没有办法 我只能选择离开 我不肯拿钱来侮辱自己 所以我觉得离开 当时离开是最好办法 她不是说过了几天之后 你又拿了那二十万吗 没有 我一毛钱都拿过 没拿过 先掌声鼓励一下 我就知道你不关系 好哥们啊 好爷们 第二 主要目的也是为了珊珊 想来帮助她 从过去的阴影里面走出来吧 她的阴影就是你吗 所以我想让她放弃过去 我最后再问一个最重关键的问题 这一年 你有女朋友吗 我确实交一个女朋友 有多久了 我们认识半年后在一起了 优优独播剧场——Ice